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繼續來玩這款這個三國王角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終於這個限時活動,週活動是已經換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活動的話應該跟閒雲之旺是一樣的 有分別是這個寶箱週,還有我們的掉落週,以及我們的招募週 那本週的話是我們的掉落週啊 那掉落...掉落週的話會有這個掉落即死 那這邊的話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哪些東西是一定要買的 那首先的話這個便宜的這個雞腿是一定要買的 那換算下來的話這個雞腿才100多塊錢喔,120塊 那如果說我們直接買這個黑市裡面的話,它一隻的話就要250 所以說直接價差它的一倍以上 那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是可以在我們雞市這邊去購買雞腿 那這邊的話都是可以買一買的,相當划算 而且要記得我們這個雞腿買完的話不要直接把它拿去都給它抽掉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話也有這個招募達標週 那我可以等到下一週這個雞腿 就把這個雞腿留在下一週的這個招募週去招募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一定要買的就是我們這個高級掉落禮包 那麼這個高級掉落禮包的話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這個寶箱保禮喔 那這個的話也是會比我們直接在這個黑市裡面去買 會便宜很多喔 那像是我們這個大四寶箱 如果我們在這個黑市去買的話 一個就要500個這個鑽石喔 那如果你平常的話其實也是可以來買一下 因為的話我們在這個寶箱中 會用到非常多的這個寶箱喔 來去換我們這個自選的神話碎片 所以說我們這個也是一定要把它買起來 就相當於是買的這個那麼多大的寶箱 還免費送我們這些其他的這個三十個寶箱喔 記得的話這個寶箱領完的話不要直接 馬上就把它全部都開掉 那麼這些寶箱的話都是要留到我們的寶箱中 再一次把它開了 這樣的話才可以拿到更多這個好禮喔 反正前期的話就是 其實這遊戲就是掛奇遊戲嘛 就一直在這邊囤物資喔 就一直在囤物資啊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大師掉落禮包 那這個的話也是要買的喔 看這邊相比起來 還是比起直接在黑師買還要便宜啊 那這邊一隻的話對應起來也是只有200鑽 所以說你們這邊鑽石的話要盡量留一些些啊 應該要留個三萬塊差不多喔 然後這邊的話王者掉落禮包 這邊的話也是要買的喔 因為的話我們這邊月活動 這邊的話有一些玩具大亨喔 看像這邊只要抓取320次 那這邊的話又可以再多送你一些獎勵啊 所以說這個也是可以買啊 但是就看你們個人的需求喔 好那如果你錢不夠的話是不一定要買也沒關係啊 好我們這買一買 我們這個錢就剩下5800 那剩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普通掉落禮包 那這個包子的話就看你們有沒有需要 但是說這個新手的話可以先不用買 那如果你老手這個鑽石真的非常多的話 那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絕對不要買的話就是我們這個高級掉落禮包 這個的話狗骨頭超級坑耶 這個5000個鑽石啊完全不要買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我們這個尺寸掉落禮包 那如果你是土豪的話非常有錢再買吧 好那大概就是這個掉落集市的購買推薦喔 那剩下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氣球換購可以換什麼東西 我現在的話是還沒有到500個 那看起來最值得換的話就是我們這個豪華氣球 然後這個實踐的話應該是不夠啦 那不然的話像這個超級氣球 看我們才多換了這個20個隨機神話碎片呢 如果我們10倍的話是1500 但是的話這邊只要3500 就可以拿到這200個隨機神話 還可以再多拿到萬能神話還有這個玩具幣喔 應該都是換這個最上面的 其他的話就不用換了吧 看這個其實好像有還蠻坑的 所以說就慢慢湊起喔 至少這個氣球 氣球應該是不會消失的吧 應該是這個中活動過了 然後可以再到下個月或是再過三週 然後又可以再輪到這次中活動 那大概的玩法應該就是像這個樣子喔 反正的話玩到一定程度也就沒有辦法再多提升什麼 那像我們現在這些卡關的也都卡關了 然後角色升不上去也大概都升不太上去喔 反正現在應該就是要把所有的資源 都丟到我們的呂布身上 呂布能夠過的話那他就是能過 不能過的話就是要繼續去提升我們呂布的等級啊 我們就這個主人 還有我們呂布平均升喔 那如果想要看一些其他的這種功率 也是可以去搜尋一下這個 咸魚之王喔 反正到後面的話也是都我們主人呂布一起在升喔 然後的話我們身心再把它升到這個橘色的 然後後續的話好像還會有更多的 像是紅色啊還有到最後的黃冠 反正要到滿等的話還是需要很多時間喔 然後我們來挑戰一下這個獠牙巷戰 就單靠我們這個呂布去打這樣就可以了 稍微拿一些些這個十個鑽石喔 那我們這個掉落之後需要消耗的鑽石數量也是相當大的 需要至少背起個差不多三萬賺或是兩萬七喔 那如果全部通常都培養在呂布身上的話 我們再打這個巷戰的話也會比較吃香一點 那像現在我們血量有點低喔 好居然忘記吃咬了 不過有沒有吃香應該也沒差喔 對面這麼多鑽石 等一下一個 一個技能烹過來我們應該就差不多都結束了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 這個三國王叫的掉落集市 購買公約就差不多到這邊咯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好那麼首先呢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最新的週末禮包 那麼要對話呢 我們就先點左上角的這個人物頭像 然後接著呢再點選地下放這個禮包吧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禮包嗎 這個ASJASD ASJASD 然後可以按下放兌換 這邊的話就是一般的包子 再加上這個五萬個金幣喔 VIP3個6 VIP3個6 然後按兌換 這裡就可以拿到三個招募雞腿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VIP3個7 VIP3個7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有三個雞腿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VIP3個8 VIP3個8 這邊也是有雞腿還有大量金幣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VIP3個9 VIP3個9 VIP3個9 那麼兌換完這些就可以瘋狂的去提升我們的等級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SSR 然後3個6 SSR3個6 這邊的話都是可以拿到非常多豐富的獎勵 然後接下來是改成SSR3個8 SSR3個8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XXU 然後3個6 XXU3個6 然後這邊的話這個比較豐富有2萬金幣還有5個雞腿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XNT 然後3個8 SNT3個8 這邊是可以再拿到非常多的招募喔 然後下面一個的話是這個CAON 然後接著是3個6 CAON3個6 都可以拿到 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PM 然後BX3個8 PMBX3個8 接下來是SVIP3個6 SVIP3個6 這邊也是兌換成功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WWJJNFL6 那這個的話也是可以兌換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其他的這個SVIP 這個8 那目前的話就是以上這些喔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今天這個 這個三國翁叫的遊戲玩法 還有這個B做的活動 拿大量雞腿 就差不多看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